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他人生的时间正常的话 他的食量跟食欲会有一些增加 会比正常的时候要偏大一些 整个人生期由于身体的不适能 沙漠会变得反应迟钝 不愿意动 洗卧 然后减少一些距离运动 这样是犬的一种最基本的一个自我保护的行为 由于怀孕的影响 上面也有时候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容易愤怒 焦躁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不过不用担心 这也是狗狗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或者是说因为人生造成的脾气的轻微的改变 然后在狗狗怀孕30天左右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 如果是你用手抚摸它 搭在它腹部的情况下 稍微用点力的话 你能感觉到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 左右大小的一个硬的一个圆形的物体 那这个时候就是胎儿的一个形状在那边 后面的话 我们从 如果是说你想判断它 比如说有没有怀孕 或者说胎儿的情况怎么样 你可以对应的做一些比如说鼻涛检查 或者是一些影像检查 来判断胎儿的发育情况 或者是胎胃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综合起来呢 萨摩耶的怀孕症状呢 我们从主要能观察到的就是 比如说腹围越来越大 然后食欲越来越大 然后运动能力呢 就是变得 就我们说的变得懒散 不愿意动 再一个就是 你能后期的话 比如说你如果知道它的这个妊娠心的话 能摸出来它胎儿动 或者是胎儿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怀孕的一个症状